由於剛才地震的發生 我們本動風域有稍微傾斜的見像 113年度松山區災害地區緊急疏散避難演習 模擬大台北地區三角斷層 南段破裂 發生瑞絲規模6.6強烈地震 建築物因地震搖晃遭受嚴重損壞 許多民眾被困其中 更有瓦斯管線破裂 爆發火災 情況非常危機 這時候建築物因地震搖晃 造成電線走火 這時候巡守員立即將火勢壓制 成功來大家掌聲鼓勵鼓勵 先生 鬼鬼睡睡的在幹嘛 我來這邊找朋友 找朋友 那你手上拿的是什麼 有沒有身份證 我查證一下 昨天課太多了 所以忘記帶了 那你身份證號碼背出來給我聽 我也忘了 也忘了 先生 我歡迎你有切到的嫌疑 請跟我們回去派出所 好 在災害現場往往 人員管制不義 所以很多蕭小之徒就利用秤序而言 這時候援警將現場 護法之徒予以拘捕 松山區區長鄭曹元表示 感謝中華里里長游吉星帶領守望相助防災團隊 迅速展開模擬救援工作 整合消防局 警察局 環保局等單位的力量 共同保護社區安全 由於近期地震頻繁 唯有做好模擬演練 遇到地震來襲時 才能臨危不亂 緊急疏散 避免傷亡發生 此次演習也邀請原屬國為印尼籍的新住民朋友 及里內原住民共同參與演練 經由演練協助社區新住民原住民及弱勢族群進行疏散 並融入印尼語的對話實際推演 推廣多種語言緊急疏散防災避難觀念 落實最新防災資訊深入各個族群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